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要带给大家热腾腾的i8开箱 以及前几天已经全面改版的iOS 11系统 现场实测随便所有的网友发问 来宾也非常的重要 废话不多说 马上欢迎今天这位3C界的C父来了 我们欢迎Tim哥 大家好 C父要办一下 我不要叫C父 神啊神 等一下期待我们Tim哥带来i8的开箱 没有问题 很期待真的 大家尽量发问 好没问题 好接下来这位呢 哇美声男团的成员来了 我们欢迎珈乐 What's up everybody 我是GTM的珈乐你好 嗨你好 接下来呢 我们除了有帅哥之外呢 也有美女哦 是Lara 好久不见 大家好我是Lara梁欣怡 嗨 Lara最近也发了这个最新的作品 对有单曲 但是主要是募资计划 接着来邀请 好啦相信你的粉丝们也很期待 想要先一睹我一块一听一下 你最新的这个阳光嘛 那首歌对不对 没错没错 我们欢迎Lara 今天这首阳光呢还蛮可爱的 然后跟我今天带的3C产品也有点关系 这首阳光呢 这首阳光呢 生活里有太多问题 一步入步就会记在一起 先做豆腐再做喜 天过去 却不记得自己忙来忙去 为了什么原因 有时候醒来就坏不起 做什么都没特别顺利 有时候只能够深呼吸 快深呼吸 没跌到怎么学会 重新爬起来的可贵 没失去怎么找回 没失去怎么找回 真正属于自己的天空 有多宽阔 Fod광 租莱 よing 你最渴望的梦 范 更热于衷 更偏忘记你永远都可以选择 快乐 当阳光照亮你最渴望的梦 更热于衷 相信爱情 相信骄傲 更偏忘记你永远都可以选择 快乐 谢谢 超好听的 要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LARA的新作品 好的 那同时呢 我们在进入正题开始 要请三位来宾 趕快把我们今天的直播分享出去 随你问好不好 任何iPhone 8的任何问题随你问 所以大家赶快上ET News 分享云好不好 赶快请两位的粉丝也一起来跟我们互动 然后所有就是有关于任何iPhone的问题 赶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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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线就对了 好 当然呢我们来进入这个最重要的iPhone之前呢 因为讲到iPhone嘛 其实这个周边的3C小物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没错 对 Tim哥这一部分还没到你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我们先让两位帅哥美女来介绍一下 平常使用哪些很厉害的这个3C小物好不好 3C的小物啊 ok 那其实因为 因为我有带来三个我平常用的东西 因为其实我平常不是一个非常了解3C的产品的人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男生应该要很了解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没有那么懂的话 其实我们要用比较使用的东西 那其实因为我们是喜欢拍照嘛 所以其实这个看起来是一个一个镜子嘛 对不对但是其实不是 它其实是一个 我可以打得差吗 为什么是爱心的样子 我告诉你 你会觉得这个很娘对不对 是女皇有用的 你也会觉得很娘 但是其实那个爱心是有用的喔 它说是会让你的脸会看起来比较小 是喔 因为它那个灯光啊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灯 所以我们在自拍的时候啊 对 就会变成你可以有一个亮亮的灯 你突然很有兴趣这样 对 有没有 你给镜头看一下 对 会发亮 所以说爱心形状其实是帮助脸看起来小喔 对啊 因为它说这样的形状会让你的脸整个就是收下来 因为它那个光线啊 但我想把它补充耶 为什么 这我好奇耶 而且你看喔 它这个心啊中间中下面还有镂空 刚好可以帮你前置镜头让你露出来 如果心填满的话 请问前置镜头你要怎么看 对耶 好贴心喔 所以它懂三思啊 很厉害耶 对啊 所以这个是很厉害的 虽然是很女生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买一个就是女生的朋友啊 对 或者是你喜欢的人 爱美的朋友都可以啊 爱美的朋友啊 真的可以耶 而且有三个不同的亮度 而且它有另外一个功能 它是三合一 一个是这样子 你可以看你的 你现在可以看直播 手机架 对啊 就这样子 对啊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是蛮厉害的一个 这个不错耶 你哪里买的 可以带我们代购吗 这个啊 其实他们有 现在有很多种 这个好像你去一个 那个燦坤啊 什么都可以买得到 所以这个 而且没有很贵 这个大概三百块 就可以买得到 真的不错 真的不错 这蛮好的 OK Tara想要对不对 对我一直这样考虑 你要试试看吗 好你再教我一次 而且它那个光是可以美激的 对不对 有一点点的美激的功能 而且其实这边也是有光啊 这边有光拍起来就差很多 所以好像要拍一个就是没有 真的 真的 我拍一个没有用的 然后一个是有光的 然后表现一样 你等一下拍完要给我们看一下 不要两个字很开心 就不小心按摄 难过 看一下 你给镜头看一下 哪一个镜头 来来来 OK OK 这个是没有的 然后这个 咦 这个是没有的 这个是没有的 这个是有的 这个是没有的 这个是有的 这个是 但是因为你们摄影棚的光都非常好 对 其实最近已经很多 就没有 差别没有那么大 但是如果你在很暗的地方 比如说你在外面啊 餐厅啊什么 都可以用 而且这个不只是看拍自己 你可以用 如果你喜欢看拍美食啊 因为像最近我在IG都很喜欢拍很多很好吃 这样很方便 你就可以这样自己打光 然后这样去拍 不错 因为有时候要请朋友帮你就是 对啊 这个很麻烦啊 然后有时候没有朋友 只有一个人吃饭的时候 很孤单对不对 很需要那个 这个打光的 那个产品 这不错耶 那个爱心 爱心蛮可爱的 对 然后另外一个 这个是 就是acoustic noise canceling headphone OK 所以是 好复杂 感觉很专业 像耳机 因为其实我们在团体里面 我们需要很 专心听我们的和声 还有很多不同音乐的细节 那这个的话其实 因为你平常戴那个耳机啊 你在外面 你还是会被外面的声音影响 对 比如说你在公车啊 或者是你在餐厅 你听到别的音乐啊 嗯 一定会影响你的那个品质 对 那这个的话它是有一个功能是 你只是把那个on 它就是把所有的声音就是 挡掉 然后你可以听就是原始里面的那个声音 所以感觉就是你带了一个那个隔音的那个 对 隔音 隔音的那个照子在耳朵上的概念 对 它说连那种飞机那么大声 都可以挡掉 是 所以这个是除了这个之外呢 你也可以 如果你真的是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烦躁 你没有办法安静下来的话 你也是可以用来去 你只是把它打开 就打开不用放音乐 不用放音乐 这个我好喜欢 我觉得我最近坐飞机都遇到小朋友 然后都是那种 特别活泼的 对 没有办法忍受小朋友的吵闹声 所以Lara现在完全听不到 她完全听不到 我们在讲什么 我借我事 借我事 她真的听不到 那我送你iPhone 8 她还没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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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也听不到 她还没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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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那个是要挡掉 那个全世界的声音 那这个是 挡掉全世界的声音 这个是要放音乐的 这个是一个小小的 哇 你好多小东西 对 这个就是你可以 因为我们要 我还是听得到啊 Tim哥说要送我iPhone 8 哈哈哈哈哈哈 不要这样子 我确定一下 我按没开 我按没开啦 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 继续下一个是什么 继续下一个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 你可以在外面听歌曲啦 然后就直接放 因为这个很简单 因为很多东西 你要用Bluetooth去连结嘛 那这个有时候很麻烦 你在外面 没办法连起来嘛 可是这个就是 你一直在 用 好大声喔 对啊很大声喔 真的不错耶 对啊 所以这个那么小的东西 你可以去很多地方 这也真的很方便 这不错耶 那这个充电怎么充 这个充电 它只是一个USB USB充就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插在电脑上 对 而且是可以大概八个小时 才充一次 所以是非常方便 我觉得这个很好 这不是 这也是参坤买吗 这个我也要 这个没有 这个你要在网络上订购 是我的团圆帮我买的 你的团圆帮你买的 OK好我们等一下在那个团购 等等在这边 对啊 真的不错耶 对啊 这真的不错耶 很专业 除了这个水以外 这个水也是 我觉得很专业 对啊 因为就是美声男团的成员 就是感觉就是小细节啊 都注意的非常好 可以帮助你平常的工作 对对对对 好的 谢谢迦勒 那接下来LARA的部分 我今天自己干杯 是最少水 水跟麦克风 水跟麦克风 麦克风特别好用 今天要介绍 我只有一样东西 但是我觉得可能会比 这些东西都稍微特别一点点 哦 然后呢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我正在监视一切 OK 就是我在这里面装了一个监视器 就是我旁边这一个吗 没有错 然后呢 它还可以跟你 就是我可以跟你讲话 你好 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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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然后其实这不是要跟人玩的 这个是for小狗狗的 狗狗摄影机 然后这样子你可以把它 好 我一直 不要一直跟你讲话 这两种声音 蛮好的 蛮好的 这个就是放在家里的角落 然后你去上班 很多人会不放心 就是可以check on你的狗狗 它听到声音 它自己就跑过来了 对 然后它跑过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这样 啊 啊 蟑螂 没有 这刚好送给 送给我们家的狗 刚好 所以这个还蛮棒 就是可以跟狗狗互动 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圈子 很多人都说 我不能养狗 因为没有时间陪狗 不知道它发生什么事情 这样子 然后有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顺便讲一下 对啊 在我的目资计划回馈项目里面 有这个 真的假的 对啊 真的不错耶 那里面是什么 这个里面就是放饲料吗 其实好 我走过来稍微介绍一下 好 它就是很可爱 摄影机在这边嘛 然后这个打开 就可以装食物 零食放在这里面 那买的时候它会附零食 可是你也可以自己装什么 M&M之类的 试试看 好 镜头有想要吃吃看吗 再看一下那个监视的话 OK 看一下那个 对监视就是说 现在 照我好了 好 照你照你 OK 所以这样子 这样看得到吗 然后我再低一点 嗨 hello 这样有吗 有有有 OK 然后我就可以按这边跟他聊天 这样就有了 这样就有了 有没有 真的 然后按掉就没有 然后如果要丢食物 我自己接接看 好 为什么 嚇到 OK 总而言之 我觉得这个还蛮可爱 还蛮不错的啊 因为如果说大家就是有养毛小孩的朋友 如果在家就是比如说早出晚归之类的 其实也蛮适合的 哎哟 厉害喔 而且其实我有朋友把它也拿来当做一个摄影机 因为有时候 就是监视器 对对对对 所以有时候你可能真的不在家 如果临时 你想看一下的时候 监视小孩也可以吧 小孩也可以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或者是你放在家里 怕好像有人会干嘛 你可以偶尔开一下 其实我觉得还不错 至少你会知道有没有走动吗 走动 没错 那如果是监视小孩里面 可能就换糖果之类的 不要是狗粒之类的 OK好 谢谢Lara 真的很厉害耶 好 两位来宾其实今天介绍的3C小物都非常的强大 那当然呢 这只是个开胃菜而已 接下来呢 要先来看个VCR 因为呢 这个热腾腾的挨疤 据说连我们的金曲歌王林俊杰也为之疯狂啊 赶快先来开一段VCR 我们在 Apple Park 谢谢 路都 疯狂 狗狗都有蹭 我不知道 我感觉 这边好像可以 蛮适合蹭跑的 嗯 嗯 天然 哇 非常提倡大自然天然能源 我们的一家公司 这个场所 还蛮 intimate的 不会太大 然后大家都近距离 然后主要是坐下来的感觉 很舒服 皮椅啊 哇这个 坐在这边我会愿意很非常愿意听课 听演讲 坐很久都ok 所以 这一趟来到这里 非常临时的一个 一个安排 工作安排 嗯 说官方邀请来到 总部啊 嗯 所以 想说 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一定要来 感受一下 all you need is love all you need is love all you need is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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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哪个亮点啊 你觉得是中文的 嗯 iPhone X吧 iPhone X的 嗯 Face ID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 很直接让我 开始想的 到时候用手机的方式 跟习惯又要变了 那之前就用 已经开始习惯用指指纹了 然后现在又有一个新的东西 我觉得是让主人可以 去 就再习惯一次 然后我觉得 拍照的功能 让我有点惊艳 因为 刚刚我有 试拍了几张照片 试拍了几张照片 发现 其实 真的蛮厉害 但我也还蛮想试试看 Apple Watch 因为Apple Watch 是在家的这个新的功能 所以不用手机 它就可以 直接 上网 因为我喜欢 运动 我喜欢游泳 我喜欢冲浪 所以 那个Waterproof 其实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力 就是 能够 边冲浪 边听音乐 边接电话 我觉得刚刚那个影片 有点吓到我 很短 可是很震撼 太炫目JJ了 可以到苹果总部 但是呢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 也是请到了这个 3C界的神 要来 为大家介绍 热腾腾的 iPhone 8 我们掌声 欢迎Pin哥 哈啰 我是神经病的 Pin哥 神 我带来了 太好了 他没有辜负我 因为我这样子 硬敲他 我给你讲 而且你那一天敲完我 我马上就在我手机里面记录了 哎呦 不然你会见我 谢谢C夫 谢谢C夫 再称C夫 好 快开箱 我们的时间不多 这是我今天早上8点 然后 你也去排队了 拿到的 真的假的 拿到的 排队 我有去看排队 他是神不一样 神就可以 不用排队 今天还是有人排队 这好多人啊 今天大概每一家电信业者 大概都排40位到50位左右 差不多 然后但是就有人会说 奇怪去年的iPhone 7 排一两百人 那为什么这次只有40 跟50个人而已 其实呢 因为这一次呢 iPhone很特别是 他一共发了三款 iPhone 8 iPhone 8 Plus 跟iPhone X 所以其实 因为三款手机 而且发售时间点不同 所以你会觉得说 他人好像真的很少 但是 他是分散的 可是 今天看节目要注意哦 我可以让你知道 到底要选iPhone 8 还是iPhone 8 Plus 还是iPhone X 哎呦 快点啦 趕快开箱 对好开箱 話不多说先开箱了 好的 第一个这是 我选的是 粉 这个是粉金色的版本 对 因为你也知道 我都喜欢粉了 你看我就是iPhone 是玫瑰金 好不要 那是iPhone 同学 好 开箱我们先看一下 一样 好他第一个呢 会有他的所谓的 他的Design by California 然后呢 他这边就有 他里面的 贴纸 好可爱哦 对 欢迎使用iPhone 教你的 还有一个卡针 这个针呢 是要让你去放SIM卡的 好这个你要留着 对 好这个就结束了 很好 很好 好我们快速进入主题 主题了 好这个先放着 先放着 我的手机咧 手机咧 手机在我包包啦 你这样子大家都知道 我们秘密的Tim哥 没关系 手机最后再端出来 我先把它配件讲完 那一样 对好他一样有附 配合我 他有附这个豆腐头 插头 插头 好这个豆腐头 但是他这个豆腐头 是一样的版本 这一次的iPhone 8 Plus 跟iPhone X 其实有支援快速充电 但这个豆腐头是没有办法启动快速充电的 OK 了解 你还问我说那怎么启动 对啊那怎么启动 我好开心喔 你们都问我 我等一下告诉你 好 所以这个是豆腐头 然后一样 原来他叫豆腐头 这个有耳机 他这个耳机也附了一个3.5的 他的转接孔 像他这个3.5的可以插上去 一样可以转接到新款的iPhone 因为新款的iPhone 他上面只有lightning的接头而已 镜头看一下好不好 来这里 这一个 你们看到 然后他可以插上这个 为什么好像很短 因为他是一个转接头而已 对他就会接上去 这个之前也有了 对他从iPhone 7就会 没错 这是真的 所以他只是没有耳 那个没有线而已 对他是怕说 因为从iPhone 7之后呢 已经没有所谓的耳机孔了 所以他从iPhone 7之后 都会附这个转接头给大家 可是他里面还是有线啊 那个线就是直接就是lightning的接头了 他不是插到耳机孔上的 你想用不同的传统耳机孔的3.5的 就可以用那个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他里面 空了 他里面还有一个是lightning的线 是 这条线也是一般的线 他也没有办法启动快充 那他就是传统的充电线接这个豆腐头 豆腐头 充起来就是传统的充法而已 就是这样 快速充电等下再讲 我要看手机 手机 在我包包里啊 包包在哪 好啦 在这里 你包包 在这里 你包包 我不要再耍大家了 等下网友骂我们 如果现在有人要问问题的话 赶快喔 应该蛮多人要问问题 来 登登 好啦我还是让你介绍啦 好过来 请我们Sifu 好 来来来 Sifu来 好来看一下 这个它是粉金色 Loran你喜欢这种颜色吗 对我刚刚在想说是为我挑选的吗 他刚刚说要送你一台 可是你刚好前没听到 好这个粉金色 他这一次的iPhone 8跟8 Plus有三个颜色 一个是白色 银白色 然后一个是这个是比较偏粉的粉金色 然后一个是所谓的灰黑色 这三种颜色 但是如果是iPhone X的话 只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银白色 然后一个是灰黑色 就两个颜色而已 好的 那你可以再问我一个问题 但是它是玻璃什么啦 你可以脱窝 你可以脱窝一个问题吗 快啦 你说那为什么iPhone X没有出这个色 对为什么没有 好 以后会出 好 好 所以你选了这个玫瑰镜 而且它变成是玻璃镜面 对 它这边呢 你看一看我们iPhone 7 都是金属被盖 对 然后呢 它这一次呢 就会像以前的iPhone 4 变成所谓的玻璃被盖 所以它这是玻璃被盖 那你知道玻璃被盖的好处是什么吗 是什么 漂亮 那它比较容易破吗 然后呢 那它不怕帅吗 等一下 它讲到重点 缺点 就是容易破 所以就是要买很多cover 壳 所以就是这苹果 就会赚另外多的钱 我们先不要破壳 我们有准备配件 所以呢 你一定要给它一些保护 所以它这一次就是 把后面变成了所谓的玻璃的机身 所以正反都玻璃 旁边滚金属边框 然后背后 这边呢 一样 因为我这是plus 它是双镜头 1200万画素 但是如果你是拿iPhone 8的话呢 一样它只有单镜头而已 是 对它只有单镜头 中间这个孔是什么呢 它是麦克风 收音的麦克风 真的 那不是打光吗 所以是变两个麦克风吗 还是麦克风一位 还是一个 但是它把它放到这里 所以以后我们不能这样讲话 我们不能这样讲 那这个 他们为什么会放在 其实 因为它有发现说 大家越来越喜欢录影 因为它这次的录影 支援到4K 4K的录影 对 有时候我们在拍片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东西挡住 对 那收音很不清楚 所以它把它放到上面 所以如果 可是这样传讯息的话 我们有时候都会按着 然后这样讲话 这样其实还是收得到的 对 因为它这个 它们这种麦克风 现在其实针对手机的四周围 其实是收音还蛮好 但是它只是说 把它放到后面来了 好的 然后除了我们外观之外 外观呢 其实有一个呢 是 你们看不到的 在这里 它叫无线充电 它这次有内建无线充电 在这个地方 那你要现在介绍吗 还是等一下 等一下 然后再来 然后再来呢 它的CPU 这是原本的iPhone7是A10 然后升级到A11的处理器 那A11处理器呢 比A10还快上20%以上的效能 OK 就是充电的速度 不是充电 就是整个的整体的 手机的一些运算处理上 速度还更快 反应 对 你看呢 我们用A10的处理器 就已经可以拿来剪影片 那现在到A11呢 你剪影片的速度效能会更快 而且A11是我们台积电做的 哦 了解 对 台积电做的呢 它这次呢 因为它 其实电池是一样 但是因为它想要让它可以更省电 所以呢 它在A11里面呢 它有一个地方呢 会帮你做电力的一个控制者 对 然后 很聪明 然后我刚刚说它有支援所谓的快速充电 对 但是 它 跟iPhoneX有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等一下再讲X 好 哪里不同 但是它内建的是iOS11的系统 哦 好的 那还有什么 好的 然后一样防尘防水 防尘防水 这支是i8 Plus OK 因为蛮多网友就是有一些问题说 好来 我们到底就是i8跟i8 Plus的差异到底在哪里 所以我们这边也帮大家就是准备一个手版 就有发现说 我看一下 这个Showlady真的不错 Showlady好好拿一下 你好好想啊 好 你可以看一下 那个i8跟i8 Plus 第一个作业系统一模一样 第二个呢 颜色也是 也是对的 是 它颜色是 少一个我的这个 这个粉金色 对 它是粉金色 OK 所以这个有点误 然后我们有少写一个颜色 对 然后容量的部分是64G跟256G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问我说 为什么没有128G 好 因为苹果想要赚钱 所以没有128G 所以直接256G 因为 一定蛮多人会直接问说 那这样价钱不就立刻差很多 差非常多 对啊 64G 对 64G跟256G 它的价差 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它拿掉128G 但是 其实 其实他们也很聪明 就是 64G 其实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现在的消费者了 那为什么不直接出128跟256 对啊 因为如果有128的话 你就不会选256 你会选128 那这个时候 它的营业额就不能再往上升了 所以它就直接让你买个256 那这样就不用64啊 对啊 64呢 它是想要让你们知道说 我的iPhone的价格还是蛮平价的 所以它出一个64G的给你们 好坏喔 很坏喔 真的蛮那个的 非常坏 没错 然后再来就是 一样萤幕大小一样 一个是4.7寸 一个5.5寸 对 然后相机一样是1200万画素 一个是双镜头 一个是单镜头 然后一个是 i8是5倍的数 那个数位变焦 是 上面都有写 对对对 然后但是呢 它没有支援Face ID 它还是照我们传统的iPhone7 它是用Touch ID 然后是密码这样 还有密码输入 没有错 好的 那到目前为止 心动吗 两位 满心动的 但是我想要知道 那个价钱的差别是 是多少 价钱 很实际的问题 i8 Plus是34500 然后i8 我现在讲256G 好 然后64G 64G好像是2700 2800的样子 真的差很多耶 有价差 64G感觉可能就是 学生可以入手 没有 其实我教大家怎么来选 刚才有看就是有赚到 好很快 64G呢 如果呢 你是学生 但是你常常会备份你的手机的话 那你把你的照片影片放到云端 或常常会存到随身碟里 那这个时候64G很适合你 但如果你是一种 把iPhone5的资料 copy到iPhone6 iPhone6 copy到iPhone7 iPhone7 copy到iPhone8 是不是你 是我 你干嘛这样子 你怎么知道 他就很适合 你就很适合256G 因为你 你越放的容量会越大 那如果我立刻就是 转成 譬如说 拿那个随身碟 然后存在云端什么的 那我就可以 那那64G 就会很适合你 就是看大家的使用方式 所以很懒的人就适合256 有意思吗 因为你就直接把它 全部都通过去啊 对不对 珈乐应该 应该 可能256吧 256 感觉比较安全一点 而且其实256有别的原因啦 因为我们现在拍4K的4K的影片 他的档案其实是大的 而且他这一次你可以看到 现在iPhone拍照 一张照片至少都6Mbps左右 所以你用64G老师说 是真的有那么一点不够用 所以我还是会 但是 如果你有预算考量的话 对 还是先64G 预算考量 然后就逼着你自己 一定要改变你的使用手机的习惯 没有错 好那当然我们现在也是有 帮大家准备说 到底该怎么买你知道吗 哇有资费耶 哇超强的啊 哇希姐你好用心喔 一定要的啊 那我真的确定你有 帮我准备我要来这边 一定要的啊 是哪一个 这个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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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吗 哇 对我没有帮大家准备 就是你搭配什么业者 然后资费多少 然后呢iPhone 8 跟iPhone 8 Plus的购机架 好 那Tim哥哪一家比较划算 来我们 这是很实际的问题啊 好我们先不要讲哪一家 好 我们先讲说iPhone 8 Plus 到底搭配支费 你要不要选择所谓的零元方案 你可以看到中华电信 台歌大 每一这两家 它的零元方案呢 够机架呢 是多少 64G有 但是256G 并没有够 并没有零元方案 你有发现吗 对为什么 好我们先破解这张表 就是说64G以下 比如说就是3万块以下的手机 你还有可能会有零元方案 但以上呢是零元方案呢 搭下来你还要额外在 除了搭配支费以外 你还要再可能买单机 花1万多块钱 买到一个单机 或者是买到9 可能9千多块 購机架 对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绕回 你自己本身一个月电话会挡多少钱 跟你用上网吃到饱会花多少钱 假设我们先举例好了 假设 假设 加热你一个月电话费多少钱 我现在可能一千 一万 没有啊 没有啊 我觉得大概一千 一千五吧 一千五 那Laura呢 现在电话真的用不太到 因为都是网路 App 或漫游啊 你出播也是用不到 没错 所以蛮低的 不然我们就用一千五 一千五加了那个 通常喔 像以加热来讲 他支费是一千五 如果你觉得你想要好 想要绑定的话呢 就用一千五往上加一集 最多加两集 就是你的最适合你的支费榜案 所以我们如果依照这个表的话 是哪一夹 这个表他没有写 他没有分那么细 他只有写说 感觉就是像亚太 他只有1399跟2699 然后1599 如果以这个表来看的话 亚太电信的1599 电信公司我会建议你选 台湾之星 台湾之星吗 因为台湾之星的支费是1899 他是一千五嘛 我刚刚说是网上加一集 所以目前看下来 台湾之星的1899 很适合他 他说我要变更皮 再往下这样可以吗 我们现在以台湾之星的1899 然后你选择256G 然后你喜欢 你现在用Plus吗 对 他是Plus 256G Plus 所以其实你只要额外再付12900 就可以买到一支iPhone 8 Plus 对 1899 每个月缴1899 可是这个就是你的合约也有影响 对不对 对 现在电信业者也很贼 没关系 没关系 电信业者其实很精打细算 那精打细算的情况下 有分为所谓的12个月绑约的 24个月 还有所谓的30个月 甚至也还有36个月的 对 所以你在绑这个月的时候 你们要看清楚 但我个人不建议你们绑到36个月 因为现在一次智慧型手机能用到 3年 就打死了 真的是吸附 所以可能12个月或者是 我觉得24个月两年 其实照我们正常的绑约法 其实是好的 因为它会摊到所谓的36个月 是因为 它觉得这个摊提的费用实在是太高了 所以它把它拉到36个月 哦 好 会比较划算 划算 没错 好那我们帮大家稍微比较了一下之后 我们接下来还要看一段VCR 那待会回来呢 有这个最新的iOS11系统的实测 VCR先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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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蘋果的無線充電版呢 要到明年的第一季才會出 那你拿Samsung的意思是 因為呢他這次他們的無線充電呢 規格是QI 這個聯盟 那剛好三星也是 所以我就拿三星來給大家展示 而且大家選擇無線充電 要記得現在無線充電 在市場上有兩種規格 一種叫做5瓦 5瓦呢就是跟那個剛剛小豆腐頭 在充手機的那種速度是一樣的 然後一種是10瓦 叫做無線的閃充 然後他呢 你來充所謂的iPhone 8 Plus 的充電效能 就會比剛剛的5瓦還快一點 所以你今天在買的時候 一定要看一下後面的標示 那我們怎麼無線充電 對 我再破解一下 無線的那個線呢 是指手機無線 手機無線 因為很多的 爸媽媽都告訴我 就是年長的爸媽都告訴我 那無線充電就是兩個都不用線啊 這是錯的 那你需要一個東西去充電嗎 對 所以無線充電是指手機是無線 因為裡面有一個充電板 對 然後呢 這個充電板是要接線的 你有沒有看到我剛剛接線 然後呢 麻煩你可以當model一下 然後呢 我們讓大家看一下 那你把手機靠在這邊來 背後靠在這邊來 它就會出現一個充電的 它震動了一下 沒有 不然要不要再一次 有 可以 有沒有看到上面有充電的符號 不然我再一次 有嗎 上面有 上面有 你看我拿掉是不是又沒有了 我們大螢幕有 再一次 是不是充電了 有對不對 有耶 那這個時候呢 我先破解了 像國外就有人說 它的充電有問題 其實充電沒有問題 它的有問題是因為 它沒有完整把它放在一起 它這樣充不了啊 你看現在 是不是沒有沒有秀出充電的 對 因為這邊有一個線圈 這裡面有一個線圈 要對在一起 它才會無線充電 可是 所以說就是 只要去買一個 Samsung的充電板就可以了 不一定Samsung的 就是Qi 有寫個Qi兩個字的充電板都可以 但是就是看你要快 還稍慢 是 這個就是無線充電 所以基本上這個是一個 算是他們的bug嗎 其實不是bug 不是bug 是無線充電 它們的一個 它的充電原理就是 有兩個線圈 只要靠在一起附近的話 它就會產生一個電力 對 就是無線充電 會有問題 請問 請問 這樣子無線充電 跟直接插電 速度上面會差很多嗎 老實說 插電的速度是會快一點 插電比較快 但是 現在呢 它這一次在發表會裡面 有強調說 它的快充是 30分鐘可以充到50% 可是 我剛剛有講過 我們剛展示的插頭跟線 沒有辦法達到 都不是快充 對 所以 30分鐘可能是20%之類的 對 所以我就準備了 但是你有好一點的線材 跟好一點的插頭 還是可以變快 可是還是沒有辦法快到 我剛說的這種快速充電 了解 所以我就準備了這一個 所以這又是啥寶物 蛋糕 不是 蛋糕 好快速充電 這又跟快速充電有關係 好為什麼 我懂 這個我懂 這個你上次有講過 好 你講 你講 好 因為這個呢 就是大家平常在外面可以看得到 那個快速充電的那個充電 行動電源 那它其實就是 它每一個洞的瓦數 是有分的對不對 唉唷 對 好 你看就是現在上面橘色這個 它可能就是一般正常的瓦數 假設20 好我假設而已 然後它可能就是 以平常我們充一個小時來講 它可能只充到50%左右 但是它下面這兩顆的它的瓦數有增加 它可能每一個都增加5% 所以你在充電的過程中 你可以達到就是更多的電力 是這樣講的沒錯吧 唉唷 它講的是相反的 唉唷 所以第一個是最快的 橘色這個孔是快的 對不起 但是理論是對的 你的理論是對的 我有在上課 有 聽師傅講 沒錯 這個就是QC3.0的快充的頭 另外這兩個是2.4 但是今天我們用到的都不是這三個 最下面這一個 它叫Type-C Type-C Type-C 好 那我 對所以呢 它這個Type-C要達到40W以上 供電要40W以上 然後 你還要再配上一條 原廠的 我強調原廠 這個副廠牌都不能做 為什麼不能做 因為蘋果還沒有開放晶片給副廠牌來做 所以你只能買到原廠的 就是Type-C的線 加上Lightning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這一頭把它沖到手機裡 另外這一頭呢 只要插到這裡 它就可以達成它的快速充電效能 所以說這個會比這個板還要好嗎 是這樣嗎 因為對 你只要放上去以後 它30分鐘可以充飽50% 30分鐘而已啊 就50% 可以耶 所以你的電力的充電效能就會變得很快 而且這樣子是不是說對於電池來講也比較好 其實現在大家放心 因為現在的電池的那個地方的控制 包含 但是你要記得就是說 這個一定要過台灣有個叫BSMI的認證 這樣子的話你才能去購買 但是它的效能其實是沒什麼問題的 好 了解 快速充電的部分 對 大家應該有學到了吧 不知道網友有沒有什麼問題 兩位來賓 多少錢 多少錢 哪一個多少錢 還有只有三星有出嗎 喔 喔 喔 剛剛 這個是你自己寫上去的吧 這是我剛剛請工作人員幫我撐上去 剛剛師傅有講你們沒在聽 他說只要是什麼Q10的 QI QI的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不一定要三星 只是因為我用三星 我覺得用起來還就是蠻順暢的 所以我才肩帶三星過來 除了QI他們 那有幾個product是可以有這樣子的 好 其實接下來的蘋果都會支援無線充電 這是內部消息 你們有看有賺到 問師傅就知道了 真的好 所以無線充電接下來會發展得很好 可是還是會有問題 如果西傑晚上要睡覺的時候 怎樣 結果呢 他用了無線充電把線丟掉了 該怎麼辦 就不能充了 對啊 沒錯 所以還是要有線 所以還是要有線啊 就是你這個弧線充電 這個東西 你還是要有線去接電嘛 沒錯 所以呢 你不可能 這樣子連著 然後呢 把它連在這邊 然後在床上用吧 對啊這樣很不方便 對 所以不是這樣 然後砸到 沒錯 所以有有線的充電 其實還是會存在的 對對對 是比較安全 還是還是會比較安全 OK 好的 然後剛剛還有一個問說 這個多少錢嗎 多少錢 對那個 行動電源 這個原廠的這個線 超級貴 對 原來是那個線最貴 我要再講一次 超級貴 好不好 你知道這條線多少錢嗎 應該有個 我們這邊可以講實際價格嗎 五六百吧 沒有 1080 八百多塊 對八百多塊 對因為我去 你知道嗎 我後來發現其實你可以買 大概一百多塊兩百多塊的線 對 但是你要原廠真的要八百多塊 原廠真的要八百多塊 原廠真的要八百多塊 而且我真的覺得它很不一定 因為我有買過原廠 然後它就故障 然後也買過那種就是很便宜 然後它很持久 所以就是好像在摸彩的感覺 對 所以我才說蘋果很賊 就是它把這個 它把這個 這一次的這個 充電快動作的技術 放在自家 然後不放出去 給所謂的周圍的副廠座 所以我們呢 一定要只能去買它的 這是一米喔 它有出一個兩米的 對 一千兩百多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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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這一個 大概它是快接近兩千塊 但是它這個孔可以充 你如果你有MacBook Pro的話 對 它一樣可以用這個孔 直接充電 厲害 半個小時50% MacBook Pro它是1比1充電的 然後你說的半小時50% 是指iPhone 8 8 Plus 手機類的 OK 所以一個小時就充 完全充完 一個小時大概可以充到 85%到90% 這樣我的iPad Pro可以用多久 iPad Pro就是1比1 iPad Pro你有沒有看到 它的插頭是一顆大大的 對 那個就等於是這個洞 所以如果你有iPad Pro的話 你就不用買這個了 你就直接用iPad Pro 來充你的iPhone 但是你還是要去買一條 然後這個線 才可以啟動快充 它就是會各式各樣的旁邊的東西 都要賺它那個錢 最後還是要透過那條線 對 就是你一用了之後 就回不去的那種感覺 對 我突然 我拿錯問題 它iPhone 8是已經有這個線 會include在裡面嗎 沒有include 我剛剛說的 它是附一般的線而已 所以它要花錢買 這樣又賺800 是不是 好賊 好賊 對 Anyways 我們這個是快充的部分 快充 好那接下來就是大家前兩天更新的 iOS 11 對 在講iOS 11之前呢 我要先講它這次iPhone 8跟8 Plus裡面 裡面有個叫人像打光模式 人像打光模式 好我們看大螢幕 看大螢幕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人像 有沒有看到這個人像的字 對 然後把它滑過去以後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有一個自然光 然後有攝影棚燈光 文化光 有沒有 舞台光 還有什麼 舞台燈光黑白的 所以說 難怪我那天在研究的時候 我沒有研究到 因為你不是iPhone 8 對齁 拍謝 它一定要是iPhone 8 然後搭配iOS 11 對 但是你研究的是iOS 11 我把它滑過來 再拍到這裡 好然後呢 按一下這個 右上角的這個鈕以後 下面這個就是你剛說的一些 濾鏡的部分 什麼鮮軟色冷色啊 戲劇戲劇軟色啊 黑白啊 銀色調等等的 這個是iOS 11 有的 你說哪裡啊 上面喔 右上角這個 你把它按下去 喔 有有看到 有喔 那一樣你就可以做一個拍照動作 但是 對 但是我們就是說 看你們要哪一種選擇 那我個人覺得 我們今天先來用一下 所謂的人像拍照 好 人像 好不好 因為那個也是今天各大新聞 都在搶著爆的 很厲害的功能 好 你知道 我要拍美女 那我們 Lara Lara可以嗎 好 你也是啊 那你先 Lara 我們 聽給我的位置好嗎 我們把 其實這樣就可以了 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們現在一起合照這樣嗎 你們剛剛有沒有看到 其實Lara在這裡 他現在我要再靠近一點 因為他是人像模式 人像模式 對 我來看Lara一下 他就是說你要在他 變成黃色的 其實 你看 你看到 Lara 你要變成黃色的 有點氣色有點差的感覺 有耶 為什麼 他是會完全 他會直接偵測嗎 他會偵測 對 他偵測成功以後會變黃色 你才可以按拍照的動作 所以我現在 我先幫Lara拍一張 喔 他的圈圈變黃色 變黃 那我們再拍另一個 我也以為是眼色 一樣是舞台燈光的 第二個 一樣 好舞台燈光 再拍一張 好我們再拍下一個 那就一樣的套裝 好 輪廓光 輪廓光 輪廓光是指臉嗎 對 指臉在那邊輪廓 然後再來呢 這個是攝影棚燈光 老實說 我們這攝影棚實在是太亮了 對對對 那換一個換一個 但是我們一樣就攝影棚燈光 我們讓大家看所有的效果 好 好 最後一個 是 誰找我啊 電話找我 靜音謝謝 好再來自然光 這蘋果要打給你了 大家知道我們是直播了吧 好 最後一個自然光 自然光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效果 好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 從自然光開始看 這是自然光 自然光 好自然 對真的蠻自然的 而且你看喔它其實已經 它這邊是糊的 你有沒有看到 有喔 有糊掉了 它會自己幫你focus這樣 對沒錯 好再來 對 好然後我們再看下一張 這一個 這一個剛剛打那個 這是攝影棚 攝影棚 因為我們這邊已經是棚 所以有點爆掉 我們棚實在是太亮了 對 但是其實還OK啊 還OK啊 就還蠻利的 而且它真的是後面都糊掉了 有喔 有我們看這個糊掉就知道了 對 對 好然後再來下一個 這個 這個好喔 這個是輪廓光 輪廓光 你看你的臉輪廓光 好像太多了一點 太利了嗎 對 因為我輪廓已經有一點深了 所以 對 對它是輪廓光 好再來下一個 這個是 這個好酷喔 對它這個就是舞台光 舞台光 這很像Key上去 真的 你旁邊背景很醜 然後你還是想要有一個自拍 沒錯 就是這個樣子 有時候不是要蹲到那種 就是很乾淨背景 然後其實是很醜的動作 對而且 而且有時候拍完後 覺得後面好多人 還要再用一些其他APP 在那邊刪除 就不用 好酷喔 好然後我們最後一個是黑白的 其實這也蠻好的 黑白的 它也是後面完全沒有背景 而且它人很立體 就是跳出來的感覺 沒錯 它這個就是它這一次在i8 i8 Plus跟iPhone X有的功能 酷喔 OK 好耶 拍照的部分 是拍照的 還有 好其實還有 還有呢 好那我們就直接來看這個畫面 好 我想要教一個是 稿子上都沒有的 唉唷 太好了 這叫獨家 太好了 今天有看有賺到 有看有賺到 我們大家常常 有時候有人在教學 或者是想要在螢幕 要做一個錄影的動作 以前呢 我們都要幹嘛 下載一些外掛的APP 很麻煩對不對 然後呢 還有就是說 iOS 11呢 它有個最棒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個叫控制中心 然後控制中心呢 怎麼出來呢 由下往上滑 欸這裡 有沒有看到 這個下面的超方便的 這就是控制中心 這控制中心呢 在這一塊呢 就是你可以 飛航模式啊 網路啊 藍牙什麼的 你可以直接從這邊放音樂 然後亮光 還有聲音大小 可以從這邊 你看我們現在輸出 它直接在這邊做控制 輸出在這裡 然後呢 下面這一塊呢 是我們可以去做客製的地方 你可以選擇你想要的 客製 因為很多人呢 下掌iOS 11說 請問一下螢幕錄影在哪裡 然後它開車有一個叫開車勿勞模式 按下去以後 好像那個車子 對 按下去以後呢 你開車的時候 人家就不會打電話給你了 好 不相信我們來看一下西捷的手機 它絕對沒有螢幕錄影那個功能 對為什麼我沒有 因為它還沒有把它打開 所以在哪裡呢 教大家 快 好第一步呢 我們先到了 所謂的設定的部分 設定 好 設定完了以後呢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個控制中心 控制中心 選下去 對 下面有個自訂項目 再選下去以後 是 你就把你想要的 全部都可以 你要全部都打勾也可以 那你有沒有看到 我已經先把螢幕錄製已經勾在這裡了 打勾是 就是選擇一個加 把這個加加上去 它就會上去了 好 比如說像我加一個所謂的備忘錄好了 我把它加進來 對 好這個時候 好酷 我們來看一下我剛剛的 我看到螢幕錄製了 你看我的備忘錄放進來了 是 好那請問一下怎麼一下螢幕錄影呢 好 很簡單 我們這邊螢幕錄影這一個按鈕呢 我把按下去以後 好 3 2 1 開始錄 它現在在錄這個螢幕了喔 你可以看到 你說錄這個螢幕 錄這個螢幕了 對對對 它可以去做一個錄影的功能 我一直在想 什麼時候會有這樣的一個東西 它已經放進來了 但是你為什麼不想要錄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在玩game的時候 想要去share給人家的時候 它就可以把這一塊錄下來 然後被整個螢幕錄下來 了解 或者就是在Snapchat的時候 有人寄東西給你 你就趕快錄 沒錯 這是個蒸集證據的概念 這樣其實不太好 因為Snapchat還蠻好用的啊 對 所以它現在又提供一個 Snap Video Snap Video 對 好 對 那它錄影錄 然後呢 錄影後呢 它到時候就會放到所謂的 我們照片這邊有個照片集裡面 就會有剛剛錄影的所謂的影片放進來了 好 那還有喔 我們現在是不是有這個拍照模式對不對 對 那以前我們在掃描QR Code的時候怎麼辦 你還是要去微信啊什麼 然後看那個App 然後再scan 沒錯 不用 這次已經整合在裡面了 你只要從這個相機 它只要掃到是一個所謂的QR Code 它自己會辨識 它就自己辨識以後 就幫你掃描就過去了 那Line的可以算嗎 不算 它如果你是掃Line 有時候我們要登錄那個電腦裡面 是不是用Line 要說它掃一QR Code 以後可以 你用這個就可以掃過去了 喔 好問題 那如果要付錢的話 就是有一些不是 有些軟體 付錢的話就還是只能到那個軟體 對 而且有時候我們是不是像Lara 我們有時候開一些合約 想掃描給老闆們看怎麼辦 對 直接掃嗎 沒錯 在哪裡 選擇備忘錄 選擇備忘錄 好 然後呢 跟著做 就跟著我做就對了 這邊有個加 按下去 直接掃 掃描文件 哪裡啊 好 來 一提100塊 好 不要這樣嘛 等一下喔 我沒有加 有時候需要一些什麼Document 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掃進來 哪裡有加再次 一樣 你看 假設我現在在外面對不對 備忘錄 今天我新增一個備忘錄 在右下角 新增一個備忘錄 好 然後呢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出現一個架的 但我沒有啊 你有新增備忘錄嗎 我有新增備忘錄 好 沒關係這個我們等一下 我等一下事後教你 好 然後呢你看按下這個架以後 對 你就選擇掃描文件 你就可以把這個文件掃描進去了 就直接掃在備忘錄裡面 然後就直接寄出去 我問你我們時間是不是快不夠了 這個還蠻酷的耶 我們現在還有大概10分鐘 好 那我要再教大家一招 以前大家截圖的時候啊 你看一看 都是Snapshot 對 對 但這次的Snapshot 完了以後還可以做編輯 好你看 喔 我現在截圖了 來你看 我現在截圖在這裡 就直接點那邊這樣 左下角 有沒有看到左下角 然後呢 好不然我再截一次 好假設我截這個畫面 好 截圖 它在這裡 對 你可以把它點出來 喔馬上 你就不用出去 還沒完 對你有筆 好假設我 假設我就圈一個紅色 這一個 這一個怎麼使用 好 然後呢 再一個綠色的筆 這一個要注意 好 完了以後 按下這一個 send的出去 好 看你要share到哪裡 你的朋友圈 喔這個超有變耶 還是要 欸誰是LV 這麼厲害 我在這裡 那LV在哪裡是 好 假設我AirDrop給LV 好 然後它就會收到 我剛剛畫的這個圖 然後我按完成 哇 真的有耶 有耶 有耶 對 是不是有這個功能 多時做 這個非常方便 因為你就不需要再點回去照片 然後再去編輯 或者是你點什麼 那個App 然後就是對話 因為有時候我們手就會lag 沒錯 然後按按按就不見 沒錯 這個厲害喔 還有喔 其實還有非常多 那我還想要講一個就是 還有就是說 你今天呢 我們常常在用一些 下載一些App 對 可是下載 很久沒用 對 會忘記 會忘記嘛 iOS 11有內進的功能就是說 它會去偵測 你那些不常用的App以後 它會幫你刪除 直接幫你刪除 就是你一個 就是到那什麼時候 它會刪除 沒有 它呢 它可能每一個月會整理一次以後 就會幫你刪除一些 你不常用的App 那它會通知你嗎 對 它會通知你 所以那個功能要自己開啟 所以 但是呢 那這個時候 比如說好了 我今天假設用了這個App 我可能在裡面 有儲存一些資料 可是呢 我可能這一年沒用 它已經幫我刪掉了 那是不是 那怎麼辦 資料就沒了 是不是怎麼辦 你只要重新把這個App 再從App Store下載下來 那個資料還在 所以我不用重新再打那個Email 它可以先把你丟到Cloud上面 對 它在Cloud上面有 這個備份 沒錯 對 好 厲害喔 還有什麼 我想要問一個就是 它有一個最新的一個檔案 檔案功能 對對對 那個是可以幹嘛 它的那個檔案功能呢 很簡單 它就是整合你 整合你所有的檔案 在那裡面 就是你手機裡面有任何的 PowerPoint PDF 相關的一些什麼Word檔 對 都整合在那裡面 所以就像我們之前會用 譬如說Drop的一個那個APP 對 那個要就是集結所有的檔案 什麼在裡面 對 但是呢 我們更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 叫檔案總管 就是它在裡面是一個檔案總管 所以你不管你是在WeChat裡面 存的PDF檔 或者是WhatsApp的 或者是其他的Line的 它會存進去嗎 它會去偵測說 這個是PowerPoint的 這是PDF 它會幫你分類好 所以當你點下去以後呢 它會直接幫你導引到那個App 然後打開這個程式 喔 但是這個也是要設定的是嗎 這個設定一下也就OK了 了解 酷喔 對 我想要問你問 我目前還有什麼問題 快快快 我來看一下網友 如果我們還沒有換新的iPhone 那你會建議說 我們還是去update這個新的系統嗎 會跑不動 或說有一些後悔的地方 其實我們在做更何iOS 11 在更新的時候 我建議要先做backup 就是備份 好 那你備份完後再去做更新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check一下你的手機的容量 如果手機容量呢 如果低於3G到5G的話 我不建議你更新iOS 11 OK 低於3G到5G 我還有一個問題嗎 因為其實我看到 我有update到iOS 11 但是我發現有一些軟體 沒有update到 對 所以會散退 而且它一直跟我講 就是那個軟體沒有 它一直叫我去跟他email他們 對 那這個呢 對這個你就先不用管它 因為通常你在update系統程式的時候 有一個是系統iOS更新 但是APP他們 就是這些APP的用戶們 還是他們也要去更新 我們才可以到同步的位置 所以表示說 它還沒有馬上即時更新上來 所以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它一直不能用 那我又要去再等一下嗎 還是在這個做 像我是前天更新 然後我更新完之後10分鐘 我覺得蕩蕩的 就它反應有一點慢 但是我今天使用的話很快 而且蠻靈敏的 它會就是 就是它會比我的手還快 對 其實iOS 11更新到現在 目前為止 就很多人會說它比較耗電 這是我聽到最多的 有一點 然後 所以其實如果大家會害怕的話 我覺得說 因為它才剛更新 兩三天 我建議你不如你就等一個月後 或者是iPhone X要上的時候 你再做一個更新的動作 因為搞不好有一些的APP 已經先同步更新好了 那這個時候 你再更新iOS 11 那你就比較不會有 剛剛說的那種所謂的Bug 我還有一個問題 請說 我可以宣傳我的募資計畫 好 剛才是你自己說自己 可以 對好 我們這邊先 我們要先謝謝Tim哥 好不好 因為真的是講不完 但是當然今天就是一個重點 是讓大家趕快了解 就是希望那個 尤其是今天在看節目 應該都是科技 就是很強的小朋友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OK 從小就是 我這次的募資計畫 其實是為了新專輯 是然後 雖然有發兩首新歌 但是還有 其他的新作品跟MV的部分 需要大家的支持 那如果上去就是 我的粉絲頁Laura良心儀 第一個PO文 就會有一個FLYING V的連結 那你如果直接上FLYING V的平台 也是可以 然後進去就是可以 聽到一些就是新專輯的 試聽的版本 然後會有一些回饋項目 像剛剛提到那個很可愛的 FLYING V的狗狗聲音 是 對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 例如說音樂會啊 這些東西就是 只能透過募資計畫去取票 這樣的東西 所以大家可以去參觀一下 一定要 好不好 一定要 請大家多做支持了 我們的新作品 也支持珈樂 謝謝Tim哥今天 我們下次再看一集了 好不好 希望他做生活 我們下禮拜見囉 謝謝 拜拜 好多問 你要問